我们是伴侣或伴侣的神? 关系被真正而明确地提出了。 对于穆斯林来说,很明显上帝是伟大的,而说他伟大是意味着他高于人。 穆斯林宣称与上帝的关系是仆人关系。 仆人为他的上帝工作,他爱他。 他全心全意地爱他的主人。 他甚至可以为自己牺牲生命,但他不进入卧室。 他无法获得国王的秘密。 此外,穆斯林说,我们祈祷俯卧,上帝为我们祈祷是不可知的。 上帝是伟大的,我们服侍他,我们服从他,却不知道他想要我们什么。 我们所知道的是,如果我们服从他,通过做被允许的事情,通过不做被禁止的事情,那么我们将获得永生。 伊斯兰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基督教特有的知识。 耶稣说,我不再称呼你为仆人,是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在做什么。 我称你为我的朋友,是因为我让你认识了天父。 好吧,这意味着那是基督的信息所特有的。 首先要有一个朋友,您必须了解他朋友的心,这就是耶稣所揭示的。 他揭示了圣父,圣子和圣灵,这是神,独一神的亲密生活,是光与爱的倾斜。 他还向十字架展示了自己的深切谦卑。 因此,我们知道朋友的心,但这还不够。 此外,这种友谊必须是可能的,耶稣宣称这是可能的。 因此,上帝那时将自己降为人,他通过成圣的恩典将人提升为自己的水平。 为什么呢?因为上级与下级之间不可能建立友谊。 你必须平等。 我们在自然界不等于上帝。 显然,我们永远都不会,但是通过他的恩典,他使我们在法律上平等。 如此真实的,不仅可以成为朋友,而且对于最神秘的人来说,比喻是上帝的妻子,心连心。 我想说的是,当意识到这一点时,在天堂,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肯定说,我们不仅结婚了,而且他像一个真正的妻子一样,完全把我们的所有钱都给了自己,就像一个真正的妻子一样,他不是甚至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决定。 他完全信任我们,因此,圣母玛利亚,上帝和圣徒的永恒之心,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奇迹。 他们没有创造奇迹,他们不是上帝。 穆斯林会回答,他们是对的。 只是因为好像,因为当他们觉得对某人而言,上帝的力量马上就被赋予了他们,就必须治愈或延迟治愈。 有意就这样走了。 穆斯林说,因此,您是同伙,您将生物与上帝同在。 我们回答,不是我们将生物与上帝同在,是上帝决定全心全意他的朋友们,因此给了他们真正的合作。 新教徒回答,不,唯一的救赎者是基督。 唯一的调解人,没有其他共同救赎者。 天主教徒的回答是,是的,只有一位救赎者,一位调解人,是基督,是上帝造的人。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我们,与他成为救赎主,与他成为调解人,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他总是像那个上帝那样行事。 耶稣不是唯一的父亲吗? 耶稣说,不要称呼任何人为我的父亲。 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时会做什么?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成为父母。 但是通过参与,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父母,不是我们自己的救赎者和调解人,而是我们奉献这项服务的上帝的能力。 就是这样。 如果我们想了解基督的不同之处,那是因为他是朋友,而伊斯兰教却是上帝的谦卑仆人,这也是他的荣幸,这是他的荣幸。 这是否会阻止朋友也表现为仆人? 不,您可以成为有意之外的仆人,甚至可以真正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。 我实质要说,有时候,当朋友因为骄傲而表现不好时,在最后的判断时,谦卑的仆人会升到比我们更高的朋友等级。 耶稣如此明确地说, 请注意,当您被邀请参加婚礼时,请把自己放在第一位,因为担心婚礼的主人到来时,会让您感到困惑,而底层的人比你还不值得的人放在前面。 这意味着,到最后,最谦卑和最爱的人将是最大的,并且其中将有前穆斯林成为基督徒。 哈期末,最明确的,最勇气,最败气,最肎厉的,最大力量的,最大力量的力量。 我们将在今世间和最鲜的老